吕布怎么打公司你一级出铁剑学一技能 等兵线出来一技能连人带兵一起打 追着点平A就行了不要松手 看他散落的方位再接一个一技能 然后赶紧往后拉此时我们是打不过他的 等回到槽里面之后看准他的方位一个一闪 连兵线一起禁掉你又可以出一个不假 升到二级之后吸口盾追着A就行了 拿下滴一滴血 然后不要回家过来打这个河蟹 一技能接二技能吸一口 回一波血量去塔下吃一个小血包 再去第二波兵线那边用二技能回复 你就可以不用回家了 注意这一波先不要清兵线让兵线压过来 这样公顺离到线上之后他就只能往前补线 那么你就有机会打到他了 我们一技能把这个残血的兵补掉 然后在这个方位等公顺离压过来 二技能上去吸一口解数一下 一分多钟了先找要对面打野的位置在哪里不着急打 拉四角看到打野在上入了可以上了 把公顺离引诱过来二技能吸一口盾 假装后撤回头一个夺步 一技能上去打中之后往后拉 公顺离上来之后和他对A不要怕 我们第三件出的是经济护手 所以根本不用担心他打不动我们的 兵线过来再接一个一技能 反复的拉扯逼他出塔外 等他缩到塔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后撤 完了这个一技能没中 不过问题不大二技能吸一口往后撤 剩下的交给什么吸就行了 把最后一个兵清掉 过去蹭一个击杀助攻 公顺离现在一二技能都没了 所以不用担心会被反杀 这一波我们可以回船了 来到第三波正好撞到进过来抢龙 我们一技能上去先限制一下公顺离的位置 没打中不要紧二技能吸一口盾 追进的位置等他位移交完 一闪没有打子差了一点 大招直接跳 他没位移肯定是跑不掉的 趁父母还没掉 马上回来去赌公顺离的位置 走A走A走A 别给张飞淘宝的机会 一个侧展追着A准备塔墙 二技能吸一口减速 我们是真伤他大招没有用的 几波过后 其实就没有什么单杀公顺离的机会了 因为毕竟是高端局 对面也不傻 吃了几次灰就不上当了 那么这个时候 一般就以转线打团战为主 你学会了吗